嗨,大家好,我是董老姐 我的关系就是一个购物分享 这次分享的单品基本上都是 之前在日本东京买的一些单品 所以这次去日本东京除了旅游 主要的目的就是购物 就想趁着结婚嘛 就是买一点自己喜欢的单品 虽然这个理由我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但是不管 东京买东西不会太放肆 因为它的整体的这个价位都不是很便宜 所以我基本上每次进一家店 我都会先看一下他们价位 价不在我的成熟范围之内 然后买东西的话我都会考虑比较多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品牌怎么样啊 这个衣服的版型怎么样 它耐不耐穿经不经典 就是想的问题比较多 所以说这次买的单品基本上都是算我精挑性选 然后确实比较喜欢的 首先分享的第一个是我在日本收获最多的一个品牌 有一段时间他们家的那个lookbook 其实很多人都有在转 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他们的风格 他们的风格属于比较中性 然后南海风 然后又有点酷有点休闲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风格其实还蛮多人喜欢 这是英国的一个品牌 但是它在东京会有很多很多门店 我觉得他们家风格其实既有点英伦风 又有点日系感嘛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在去东京之前我就有做功课说要一定要来逛他们家店 所以我一总共逛了两家店 一个是代官衫 还有一个是新宿里面的店 两家店我都有买 买的第一件单品就是这个牛仔裤 这条裤子的版型我很满意 是我喜欢的那种比较阔型的这个版型 然后它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是一个很正的那个牛仔蓝的颜色 然后我很喜欢他们家这个大标 觉得很好看 就是很简单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牛扣上面 都会有这个他们家品牌的这个logo 版型很棒 然后它的面上也挺舒服的 如果要说这条裤子有什么缺点的话 我觉得这条裤子最大的缺点就是 如果你吃多了 然后腰上比较就是你的腹比较凸起的话 穿着裤子还挺显肚子的 就是我不知道的人 我觉得你是不是怀孕的感觉 所以你觉得这个就挺有时候有点尴尬 所以就更加激励 所以我要减肥 是一个蛮经典 没有太多设计感的一个单品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这条裤子我可以穿很久 一年四季应该都可以穿嘛 接下来的单品 基本上都是我在那个新宿那个店买的 昨天不是跟我朋友见面了吗 然后我也把它成功带入到MHL这个坑了 因为它之前其实是还蛮喜欢 比较甜一点的那种风格 然后去逛了家店 一开始他觉得有点点普通的感觉 但是后来他自己试了之后觉得 真好看真香 这当时我有拿他们家好几件衬衫 有一些格纹的有一些就图案比较 稍微比较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件卡齐黄色 最终选择这个颜色也是因为 我是第一次买他们家品牌的东西 所以我更想买一些比较经年的 穿的品质会更高 然后也更加百搭一点 他们家的风格就是因为都比较中性嘛 所以说像这种款 男生也有女生也有 所以我一开始我选的是男生的那个马子 但我觉得有点点过于大了 就是不是那种oversize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穿大的感觉 所以我后来还选择了就是 就是这种正常的这个女生的这个版本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上身搭会觉得还蛮好看 但这样看可能会觉得 就这种感觉 就没有什么太出众的感觉 这个衬衫应该还蛮百搭的 可以跟很多单品搭配 接下来这个单品 就是他们家这个半身裙 也是搭配那个衬衫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就一起买了 因为我蛮多半身裙 但是我感觉我大多数半身裙 都是比较女人一点 或者少女脸的感觉 像这种这个半身裙 虽然你这样乍一看 也觉得有点普通 就是一个黑色的半身裙 但是我还蛮喜欢它这个腰间的这个设计 有这种扭扣 可以把它扣起来 就是前面是这样子的 从这边才是这种松紧的 因为如果全部都是松紧的话 我会发现这种半身裙也会显肚子 就会勒的前面会不好看 除非你的小服非常平坦 也有两个口袋 我发现他们家品牌还挺喜欢做这种大口袋的 我觉得这种大口袋 反而会增加它的休闲感 这当然是一个裙子 但我觉得它更有那种休闲感 然后更中性的感觉 跟我其他裙子的风格不太一样 而且这条裙子上身的效果也蛮好的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应该也是我之后会比较常搭配的一条裙子 像这种鞋子 其实我去年就有想买了 但是之前看的都是那种皮的 那么就觉得价格有点点高 我之前有看中那个Marnie的那一款 但是它那个真的要5000多万 我自己去看 我觉得有点点高了 然后其他的就是版型 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然后这次去选的时候 其实我之前逛低价店的时候 有看到这双鞋子 但是当时没有事嘛 我就觉得就这样嘛 没有很抽我 最终让我买它的 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价格是 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一家其他单品基本上都是在 2万到5万日元 就是大概是1000到三四千的样子 但这个鞋子是7500日元 还是9500日元 反正就是几百块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在国外花钱就觉得 就是好像额度都会比平常 会提高一点点 然后试拴的时候 就觉得双鞋搭配一些袜子 挺酷的 然后就买了 因为夏天应该也蛮好搭的 这是比较酷的那种功能 这家店 我其实在日本看过好几家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连锁店吧 这家店其实有很多品牌 有一些就是那种 运动品牌 然后这个应该算是上面一家 自己的品牌吧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这一套我觉得就是比较经典的 然后它的这个材质是那种压麻的 其实这种压麻材质 就是有的人会不太喜欢 觉得摸上去 是那么有点糙糙的 反正觉得质量不好的感觉 但我自己觉得这种还蛮舒服的 然后它虽然是那种西装 但是它是那种非常非常薄的 所以夏天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穿的 然后这种西装我当时买是因为 我觉得既可以当外套 又可以夏天直接单穿 这个品牌其实我之前 在东京穿他日记里面那套西装 其实那套是我对象的 但是我自己穿 我觉得我穿的比较好看 就给他买了这件之后 我自己又去他们家店逛了 我觉得这件好像也不错 然后试穿了一下觉得还可以 就有买 然后他们家店的价位也是要挑 有的比较高 有的不是很高 像这套的话 这件外套的话是八千日元 五百多啊 四五百 然后一套下来的话 可能就不到一千块钱 我觉得还行 就是在日本的一些店里面 我觉得这个价位是还可以的 这个也是一条黑色的半生菌 但这条半生菌明显 跟刚刚那个半生菌就不一样的风格 它可能更加偏三细 更加偏欧也有的感觉吧 就我觉得因为它的版型还挺柔的感觉 我买这个西装的这家店 其实是在表餐道那边 然后表餐道那边其实还蛮好逛的 就是南青山的附近 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小店 或者一些小众的品牌 就正好分享一下 也是在日本表餐道那边有一家 有门店的一个小众香水品牌 自己之前也在那个小红书上有看 我觉得大家还蛮推荐他们家品牌 因为我自己收到的这三款 我觉得还挺好闻的 大家打开里面看 里面是这个样子 就是 就我蛮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小容量的这种香水 因为其实之前我对想要跟我提过 他说你现在买香水我觉得你应该喷不完 因为我之前会买一些比较大罐的香水 但是其实那种大罐的香水真的 除了比较好看之外 我觉得真的不一定用得完 因为我也不会说每天就不停的喷香水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小容量的香水 就是比较适合 放在包里随时可以喷一喷 他们家品牌其实香型还蛮多的 有那种果香有花香还有一些木雕香 它这个价格也没有很高 像这一管的话每一管都是不到100块钱 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蛮适合学生党的 到了有三管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里面最喜欢的就是鲜梨这个味道 首先从名字上就能感觉到它的味道 它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梨香味 就是那种果香味 然后喷在身上就会很 我觉得很清新 然后很适合夏天 神秘混合这个香水它喷出来 就是一开始会有一种那种植物草木的那个味道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味道 我觉得也是比较新鲜的一个味道 会有一种那种高级木雕香的味道 所以我还蛮喜欢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香槟 那这个香槟就是一个很标包整整的果香 就是你喷出来就是会闻到一个很浓烈的那个葡萄香 喜欢葡萄甜味的妹子一定会很喜欢这款香水 但相对于这款我更喜欢这两款 就是我觉得更符合我的那个喜欢的香水的味道 自家飞行这个裙子就是来自于COSE的 对我是正好因为在银座那边逛 发现一栋COSE来了 我就想进去逛一逛 然后试了几件 我觉得这件是我最想要的 然后就买了 虽然在日本买COSE价位也没有很便宜了 但是我觉得正好看到了就买下来嘛 其实这件我还不是很想愿意去尝试 我觉得真心裙如果设计的比较谨诚的话 其实是挺暴露我菱形身材的缺点的 但是后来我试了一下这个 我觉得它是略微带一点点宽松 就是这个M嘛 就是反而会有一种那种比较随意的感觉 但是后来我就脑子可能有点问题 就想要不试一下S嘛 挑战一下自己结果发现不行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 正的宝蓝色 我觉得夏天穿这个颜色还挺亮眼的 其实你穿圈秋的话 这个里面作为内大衣挺好看的 就这条裙子我还挺喜欢的 裙子之前在东京的旅行穿搭日记里面 大家其实都有看到 日大衣有发过蛮多人问的 在那个东京中城底下一个集合店买的 这个裙子其实它价位还挺高的 1000多吧 我买这条裙子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裙子是我 现在裙子当中没有的一个版型 设计挺有意思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然后你这个要穿的时候你先套进去 然后在中间围一道 然后有个细绳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这个细绳设计的特别妙 我特别喜欢 再加上这个颜色是那种很粉嫩的那种蜜桃色蜜桃粉 我觉得一下子就比较吸引我的眼睛 我觉得就比较吸引我 然后我当时试了一下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买了 蛮喜欢这条裙子的 接下来就分享一些我在一家中古店买的一些单品 首先是我身上的这件衬衫 这件衬衫 我真的买的还挺满意的 首先它价格不是很高 几千日元吧 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这颜色很好 这个黄色其实也不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黄色 然后穿在身上是它的材质是有丝质的 所以穿上还挺舒服的 我觉得夏天穿应该挺凉快的 宽宽松松的这种衬衫版型还挺适合我的 其实大家知道是中古产品的时候还挺释放的 对 这个西装我觉得我买的也很满意 因为我觉得它是我真正近期意义上买的那种oversize的西装 这个西装应该是男款 它的材质是这种亚麻的材质 所以说还是比较轻薄比较亮块的 穿在身上 就是直接搭这个衬衫我觉得很很大 它的版型就是 它的版型就是这种比较宽宽大大的一个版型 这个比较有亮点就是它这边有一个红色的一个部分 所以立刻让这件西装就是多了一点亮点 像这种中古的产品其实算是可遇不可求的吧 产品一定要检查检查再检查 不然你买回来会有点后悔 其实像这件衣服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不是很很好的 就是质量方面也没有说很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影响 就我当时也觉得还ok 我在他们家还买了其他的一些小小的配饰 比如说这个Fendi的这个丝巾 其实我觉得Fendi 这两个年还在中古市场上还挺火热的 不管是它的包包啊还是什么 然后它这个标其实也是今年很火的 然后他们今年自己一些新品上也会有这个标志 我觉得这个标志还挺好看的 底色也是一个绿色嘛 我觉得这个绿色也挺好的 虽然我现在还没想到它可以搭配什么 但是我觉得就还挺好看的价格也不是很高 就直接 嗯 就这样子也没有很好看 这个我觉得就是肯定能派场用场 所以我当时也买了 不用怀疑这个西装不是给我对象买 当然它也可以戴啦 但主要是为我自己买的 图案都很可爱 所以我觉得就很想要拥有 然后他们这种西装都不会很贵 一二百八 像这个还是Armani的 这个图案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就随便这样子我觉得 也还可以啦 就还挺酷的 就立刻有一种复古的感觉 领带就算给我对象戴的话 比如说他穿就是比较正式的西装 搭配一条比较有意思 比较时尚的领带的话 我觉得整体看上去也会不太一样吧 就会挺酷的感觉 之前还挺想逛CDG的 因为我去年在大阪还是在京都 就有买过两个 在大阪买了两件CDG的衣服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除了有点贵之外啊 逛的第一家店是在我们酒店附近的那家 那家还挺大 但是我们又发现很好看的衣服 但是后来逛到那个香奈尔上面一家门店 我觉得他们家的门店 他们家的选品很好看 很多好看的小裙子还有什么 但那时候就是买东西已经买的挺多了 我就想算了就不要再买了 因为再买就真的是 就是有点过分 要有预算的概念 所以我就是看看而已 就是比较欣赏了 但是后来我也买了一样东西 买了一个他们家的包包 是因为真的是他们家其他的单品真的都是裙子什么都是4000多吧 所以说当我看到一个包包只有七八千日元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要买 这是一个这种PVC材式的包 但是当它印上这个CDG的这个logo的时候 它的这个包价格就值钱了 是几百块钱吧 7500好像 但是我觉得这个包还可以 就是洗澡的时候也可以带嘛 就是还蛮实用的 然后我觉得男生杯和女生杯都挺好看的 当你出门的时候 你觉得东西很多的话 或者你要用的包很多的话 就是你可以带一个这个大包 因为你里面可以放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好像这次去东京买了好几条这种半身裙 就是黑色的 跟刚刚那条 风格又有点不太一样 CDG的风格就是会有一点点 有的设计会有一点点鬼满嘛 像这个就是有点被撕过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有这种比较经典的这种小圆点 就因为也不贵嘛 当时我觉得这条裙子穿着挺好看的 然后也比较百搭就买了 因为我没有买到CDG的新品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就买一条中古的裙子吧 来给你们分享这个包 其实也不能算是中古包 它就是一个二手的包 因为我后来在那个梨花的那个店里面 有看到新品 就是论价格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买的还挺划算 我就买了二三百 但它可能新品要到六七百的样子吧 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橙色也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包当时拍照片的时候 还挺多人觉得挺好看的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当时真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就买了 就梨花的那个品牌 我觉得他们家店里还挺多好看的单品 就是有的单品价位会比较高 但他们家也有一些东西不是很贵 一个是这个手环 是一个金色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套在手上 这个就两三千日元 就还挺好看的 我发现其实日本很多 不管男生女生挺喜欢买一些手上的配饰 包括戒指啊 包括那个很多人会买一些像这种银饰 像这银饰我也买的不贵 就七八千 因为我之所以说它不贵 是因为我自己有去看其他饮食店 有的真的好贵啊 挺好看的 但是它的价格也没有那么贵 就几百块钱我当时就买了 我觉得搭起来还挺好看的 可能它质量没有那么好吧 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那天是穿高跟鞋逛街的嘛 真的是逛到有点太累了 这个脚有点受不了了 就说去他们家店去看看 然后发现了这个鞋子也没有很贵 所以就只小几百块钱 然后我觉得穿了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选的白色也是 因为我觉得夏天白色是比较好搭配的一个颜色 然后我这几天都有在穿 我觉得舒适度还可以 所以还蛮喜欢的 来分享的这个T恤 就是这一件 这件T恤我还挺喜欢的 我这次没有买什么T恤 就买了这一件好像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它这领口的设计 你看这边是一个荧光的绿色 然后这边又变成了另一种绿色 然后我指甲右也是绿色的 然后它整体的这个黄色有点点就是那种 这个黄我也形容不出来什么句子的话 就跟我上的这种黄是不太一样的 就一下子这个T恤的就比较亮嘛 我觉得夏天可以有一件这种比较亮的T恤 然后它这边logo也是在这边 也是一个荧光的 所以就我还蛮喜欢的 就买了这一件 再来分享两顶帽子 一个这个帽子 我之前也跟你们分享过 戴外站一个日本 一个比较有名的帽子店 然后我当时试了几顶帽子 他们家帽子其实都挺贵的 就是有的我看到好几顶觉得还挺好看的 都要1000块钱 我觉得有点太高了 我觉得我还选择了这款 这款也我觉得也挺满意的 我有拍过好几个look 就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帽子 因为是这种是编织的 编织的所以它不好清洗 所以它有给你配这种 就是帽颜上有这种就是 防止你有这个硬脑脸上的彩妆嘛 所以它这边有配一个这个 然后还有替罐的 我觉得这个还挺贴心的 但是这个也是要我们要花钱买的 所以另外加了1000日元 这个帽子的话 我之前也有录出过 我觉得还可以再让它架为高 我也选择了一个浅色 时刻夏天 这个帽子我就不戴了 因为戴着我头发就会很乱 然后我就会不停的弄我的头发 就算了 接下来分享的就是一个眼镜 这个眼镜是我这次我觉得买到的很喜欢的一个单品 Gentle Most的 我觉得Gentle Most的墨镜确实是挺能修饰人的脸型的 因为我对象脸还挺大的 然后他买了那个墨镜 戴了之后就会显得脸还挺小的 但是我戴那个墨镜会显得脸就是太大了 他那个墨镜太男生的感觉 所以我到后来我去韩国转集的时候又选了一个这个 这个镜框是还蛮适合我的这个脸型 就不会过大也不会过小 另外我很喜欢他周边的这个蓝色 我觉得蓝色很好看 一盒也挺酷的 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包 这款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因为我从去年就有看中这款包 这款包我很喜欢那个博主 他也有一款类似吧 只不过他那个底下这个是黑色的 当时我看到他背那款包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出国的时候就一直有在问这款包 但是那时候的价格比我买的这个价格贵一点 再加上之前就是就觉得真的蛮贵的 我看到这款包的时候 因为价格比我之前看的便宜 然后我对象一直说哎你就买了 我自己也很喜欢我就买了 买到初货真觉得越看越喜欢 然后我刚才发现他这个链条 一个是银色的一个是金色的 我觉得哇真巨好看 这个真的是一个我都没发现到是买的时候 我用了那款中午包 觉得香奶包真的是非常实用 非常百搭的一个包 然后我觉得之后还是在想买一个香奶的包 然后又看中了这款包 我就想还是想买 然后我拿回来我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首先是他这个包 它是一个这种双肩的这种造型嘛 所以说你平常就可以直接这样双肩背 但是它其实也是可以单肩 我觉得单肩背的话 其实会反而有一种lady的感觉 就不会那么那么休闲 然后它这个包它底下是有一个底座的 它就不会像其他的那种双肩包 就是一包在这边就会立刻塌下去 它还是会有一个造型的 所以说我这一点特别满意 然后我觉得这个蓝色是非常好看的 虽然没有黑色那么百搭 但是它反而有一点点更亮眼的一个感觉 春夏秋冬都是可以搭配的这个颜色 所以就很满意 现在暂时没找到它什么缺点 因为我太喜欢它了 然后它又是一个牛皮的 就是比较耐磨的一个皮质 因为当时也有一款羊皮的黑色的 另一款双肩毛吧 但我真的是不喜欢那一款 更喜欢这一款 虽然那款更贵啊 但是我觉得这款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容量也很大 就是比我想象的那么大 可以帮巨多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香奈儿的卡 然后它这个链条我也蛮喜欢的 是那种香奈儿比较经典的这种 它本身这个格温上面就有这种处理的 这种有点做旧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就是我这个人还是做事比较马虎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蹭到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今年还没过了 但是我觉得这款包应该是我今年最最最最喜欢的一款包 对当然是最贵的 就很喜欢 开心开心 韩国免税店也是一个坑啊 就是可以让你再度买很多东西的 然后我去那边逛的时候就 就正好帮朋友去买520的礼物嘛 我们回来19号 然后20号正好是520嘛 所以有一些朋友会让我帮女朋友买一些就是什么钱包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去Celine看那个钱包 就看看看 我当时觉得挺好看的呢 然后就是我对象说你要不买一个吧 就是正好就是因为我前两年刚跟他抱怨我说我520有没有礼物 但是后来他很多朋友都让他去买520的这个礼物之后 我觉得他有点过意不过去 帮他朋友看钱包的时候就说要不要给我买一个 当然我是蛮喜欢Celine的钱包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有几款 但我后来觉得Celine的钱包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很经常能用得到的一个单品 后来我发现韩国免税店的Celine是真的蛮便宜的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过去看了嘛 就开始选起来了 然后我看到这款包 这个包其实熟悉Celine的人应该也是知道的 因为它是Celine的一个算是入门款吧 比我去年买的那款Celine还要便宜就是7000多一点 所以说它的价格当时我也觉得挺合适的 然后这个包我当时是因为这个颜色我选择了它 因为大家都说几分是要有一个红色的包 然后我又觉得我好像差一个红色的包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这个红色非常非常好看 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一个红色 它的容量就是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的一个包 但是它的容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能放的 因为它有三个就三个 然后你这个包算是一个多功能的包吧 就是你可以把这边都拆掉 就拆掉之后它可以直接就是把它单独变成一个包 然后我可以夹在一起当成一个手包 然后我觉得结婚那天的话就可以当成一个手包 所以结婚这个红色的包也是一个理由啦 就是我是觉得这款包真的蛮好看的 包还是可以斜胯的嘛 斜胯就是一个比较休闲的一个款式 包是个羊皮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它的羊皮还有点点油 因为我觉得羊皮会不会有点太柔软了 但后来我现在觉得还好 但我还没背出去过 但是摸上去是很柔软了 但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不耐磨吧 而且就算有一点点小话 我觉得还好啦 就是这个就是你的一个使用痕迹 红色也是 夏天也是个比较亮眼的单品 然后秋冬也是一个比较提亮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这款包觉得还挺那个 习惯Sling这个品牌的话 其实是可以入手他们家这个系列的 然后它有很多颜色选择 也有羊皮牛皮 我当时是没有看到牛皮啦 但我觉得这款包算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包型 然后我还蛮推荐的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